在这里我们使用的Optimator就是AdemOptimator 在这里我们先把它处置化了 然后就是我们的目标损长数 在这里我们要预测的东西是一个次与ID 然后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众多的次与中 要预测出来哪一个次与ID是正确的次与ID 因而它是一个分量问题 而对于分量问题来说 我们一般使用的损差是CrossEntropy 这里我们的output其实就是一个WorldID 我们要使用SportsCategoryCrossEntropy 跟Optimator一样 我们先把这个导致损长数给处手化了 再像一个函数一样去对它进行使用 然后在这里我们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fromLogies 它等于处 这是因为我们在FC的输出 是一个纯的FC输出并没有加任何的机构函数 因而我们的输入是一个直接经过FC的输出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是Logies 就是True 而如果它经过SolverMax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参数给成了False 在这里我们就是True 还有一个参数叫做Reduction 这个Reduction我们在之前讲分布式的时候 也给大家用过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用来表示说我的这个损差数该如何去聚合 在这里我们在下面会讲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设成Log 一般情况下它的参数是不用设的 因为它会自动的在Buds上去做求和 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操作 第二我们先设成Log 然后再去求平均 有了Optimator还有LossObject之后 我们就定义一个损差参数来完成我们的损差参数的计算 这个损差参数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Real还有一个是Predict 第一个参数是果然Choose 第二个参数是Usearch 然后我们首先定义一个Mask 这个Mask是用来干什么的 这个Mask是说我在输出里面其实有很多的Padding 这些Padding其实不应该参与到损差柱的计算中去 因为我需要把这些Padding对应的损差柱给去掉 给变成0 所以说我需要一个这样的Mask 那么我该如何去构建这个Mask呢 在这里我们首先使用tf.math.equal 这样就会判定就是说在果然Choose里面哪些是0 是0的它反过结果就是Choose 在这里因为我们想让这个Mask的东西 不是0的部分是1 是0的部分是0 而在这个tf.math.equal 它正好得到的是相反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取一个反 取反我们就使用tf.math.logic 这是一个取反操作 也就是说在里面的这个式子中 它得到的结果是0的部分 也就是是Padding的部分 它的值都是1 不是Padding的部分 它的值都是0 而经过取反之后 得到的非Padding的部分是1 Padding的部分是0 然后我们就通过我们的这个Loss object 计算出来我的具体的分担而数 然后我把这个Mask做一个类型变换 因为在这里我的Mask 是TrueFalse是不二型 而Loss是Flow的型 因然我需要做一个变换 做完变换之后 我的Loss就可以和Mask去做乘法 Loss和Mask做了乘法之后 也就相当于是说 我的Padding的部分 就不算在最后的Loss中了 然后我再去给Loss做平均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参数中 把Reduction生成Num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们先不去做聚合 然后再乘完Mask了之后 我们再去做聚合 好 这样我们的损失伤数 还有我们的OptiMeter 就定义好了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这里这个Reduction 它应该是小写的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我们发现运行起来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在这里定义了一个计算单部损失函数的一个方法 接下来我们再来定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可以计算多部的一个损失函数 然后去做T2下降 这个函数就叫做Trinstep 这个函数有这么几个函数 第一个是Input 第二个就是Taget 第三个就是EncodingHidden 首先我们处置的话Loss等于0 为了做T2下降 我们需要定义一个Grading的Tape 我们来计算多部的一个损失函数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Input 输入给Encoder 来得到EncodingOutput和EncodingHidden 对于Encoder来说 EncodingHidden就是它的初始状态 然后它得到的是EncodingOutput 还有EncodingHidden 把它改成EncodingOutput 而对于从Encoder中得到的EncodingHidden 来说它就是第一步的DecodingHidden 而对于我们在训练时的Decoding过程来说 我们每一步的输入都是Gradal Truth 在这里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说明它的Decoding的情况 假如说我的例子是这样子的 Start I am here end 这个据色长度是5 那么它在Decoding的过程中 它是要进行四步 第一步就是我输入Start去预测I 第二步就是输入I去预测I 然后第三步就是输入I去预测I 然后第四步就是输入I去预测I 然后第四步就是输入I去预测I end它在输入进行之后 因为它没有下一个字符了 因而说我们就没办法去计算Loss了 所以说end就没有必要再作为输入给Decoder 而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因为我们的Decoder是一个Rcm 虽然我第二步输入的是I 但其实它应该是有Start和I的信息 第三步输入的是I 但是它其实是有StartI和I这三个词语的信息 所以说相当于是我预测每一个词的时候 它都掌握了之前句子的信息 而对于这个例子来说 我们的句子长度为5 但是我们的循环要便利4次 来计算整个句子的一个损失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负循环是要进行4次的 对于每次循环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它的比空的input给找出来 在这里我们找出来的方法就是Tedit 直接按数据去取 在这里因为我们是Tedit直接按数据去取 所以说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向量 第二我们还是要对它进行扩展 形成8gsize乘以1的一个矩阵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我们的DecoderInput 我们再把DecoderInput 还有DecoderHidden 还有IncoderOutput都输入给Decoder 然后我们得到的就是Predictions 还有新的DecoderHidden 以及AttentionWid AttentionWid 我们的内容就没有用到 第二我们就不去给它赋予一个真实的vn 有了Predictions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计算损差数了 对我们就用LossFunction 计算出来我们的损差数 然后把它加到最后的Loss上去 它的GoandTools就是Tedit的T加1步 它的Predictions就是我们从Decoder 中得到的Predictions 这样我们的多步的损差数的值 就计算得到了 我们还需要给损差数 一个BudgetSize来做成BudgetLoss 就是在每个Budget上的平均的一个损差数 然后在这里它只是去除以一个常数 因为它不会影响最后的一个训练的结果 但是为了规范化起见 我们会去做这样一个平均 如果不去做平均的话 那么大家设不同的BudgetSize 得到的损差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 就没办法去比较 有了BudgetLoss之后 我们还需要获得所有的变量 WearerBoss它就等于encoder的Trainable WearerBoss 这个可以得到一个列表 然后和Decoder的Trainable WearerBoss相加 这两个列表相加就是把两个列表去做合并 然后在有了所有的WearerBoss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求TDo 它就等于Type叫Grident LossWearerBoss 然后有了TDo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OptiMether去做Apply了 在Apply的Grident之后 我们就可以返回我们的BudgetLoss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我在求TDo的时候 我用的是Loss 而不是BudgetLoss 这里我们使用Loss或者是BudgetLoss 其实不影响最后的训练结果 因为我们Loss和BudgetLoss之间 只是允许了一个长量 在返回了BudgetLoss之后 我们的TrendStep就定义好了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TrendStep的方法上面 加一个TF.function的一个标注 这个标注可以帮我们去做加速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这个Cell 可以看到它运行的没有问题 因为在这里我们就只是定义了一个函数 并没有去掉用它 因而它有问题也不会被反映出来 在下一个Cell中我们会使用这个函数 如果到时候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过来进行修改